真和罗的最后一次轮回 只以你们的说法,你俩都没有一个转世的未来 你们已接受此生作为你们的断点 以其他的说法,你们还有三次未来的人生 但就现在而言,你们更大的异乡令你们从这个实相系统中断了 而你们两人都已履行到另一个实相系统里 而我从那个实相系统里说话 以那种说法,我是你俩实相的一部分 用今天晚上给的其他资料的说法来想这个 你们可能会明白我的意思 摘自赛斯书《未知的实相》第七二一节 学生说,在早期课第三次见面 Frank就告诉真罗他们是最后一试了 当时他们问 你能告诉我们,我们将在这个星球上转世多少次 Frank回答是,不会了 西语说 是的,我在《未知的实相》后面的解读里也提到 他俩提前三世脱离出本维度 跳级进入更高阶的意识领域 学生说,我是刚刚才意识到 其实他们在最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了 又联想到后面《未知的实相》里的那段 西语说 赛斯成就了真 对于线性思维的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悖论的怪圈 没有赛斯就没有彻悟的真 可没有彻悟了的真 就不能生成日后的赛斯 在线性时间里 这样的闭合环是说不通的 但在同时性中 一切都可以成立 学生说 确实如此 这可真是奇妙的感觉啊 你选择你的未来 但你也选择你的过去 我只能说这么多 既然我正在用一种口语式的语言 那么其本身就是时间成为一个宝君 不过这本书的步调 是安排成这样一个方式 以至于如果你跟随它的话 你内在的语言将会被启动 这在其本身就会消灭你沉浮的观念 而把你由时间的铁爪中释放出来 摘字未知的实相第七二七节